弟兄姐妹,网上的新朋友们,主日平安 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请大家低头莫打,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 请施情续悦 祈情续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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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漫代 他的能力显为至高 愿万族万民都一同的敬拜 愿一切的荣耀 颂赞 都归给我们至大 至尊 至可畏的神 荣耀归于至尊圣父 荣耀归至尊圣子 荣耀归于至尊圣灵 耶和华三位一体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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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真身永不息 荣耀归于爱我恩主 洗出我一切罪物 荣耀归于书我恩主 是我与他同作王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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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北沙高阳 荣耀归于天真之王 荣耀归教会之王 荣耀归于王国之王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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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荣耀 大君王 荣耀 颂赞 永远赞美 天使 天君 起歌唱 尊贵 丰富 全兵 同志 与周晚无同送养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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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赎罪 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 菲利比书第二章说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神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金王 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总赞荣耀都归主在 至高全能成神 他爱世人柴独生子 为人受死赦身 送赞主生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云荣耀归主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云荣耀归主命 主命超乎万名之名 至高至尊至胜 尽坐福神 宝座右边 天使崇拜奉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云荣耀归主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云荣耀归主命 他命成为其妙测师 和平全能之君 同志天下万国万民 掌权无穷无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云荣耀归主命 送赞主生命 送赞云荣耀归主命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一同开口祷告 将一切的荣耀 送赞 感谢 都归给我们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和华天地的神啊 我们都等候善美你 请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 都要来救你 神啊 在你圣洁的荣光中 我们显得是多么的污秽 求你按你的慈爱 连续我们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们的祸害 求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使我们能得救恩之乐 使我们乐意的灵 扶植我们 我们就必因你殿里的肥干 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我们喝你乐和的水 白昼 你必向我们施持爱 黑夜 我们要歌颂祷告 是我们生命的神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们 带我们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们就走到你的祭坛 神啊 我们的神 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颂你的名 恩主 感谢你圣经信实的话语 在几千年前就预言了今天的瘟疫 向我们启示和显明了这世界的结局 使我们这些属灵的人 能看透万事 万物的结局尽了 我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黑夜已深 白昼将尽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就是你活泼长存的道 努力的伴阳不应 使万国万民都归向你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耶稣啊 我们愿你快来 求你的圣灵 交换今天的讲言 吴文秋牧师 使他能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让讲的与清的都门造就 成为你可用的祭灵 成为你圣洁蒙爱的儿女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是奉礼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样的难处 心中失去平安 但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一切的困难 知道我们的软弱 当我们倚靠主 祂就必赐给我们心中的平安 只是我们当走的道路 像在菲利比书第四章中说的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税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 liksom 直时尼罗 至时尼罗 求主使恩带领 至时尼罗 是我心倒不平 平心不平眼见 一光阴道在前 只是你路 当我有愁挂虑 只是你路 地上快乐失去 只是你路 当我寂寞无担 我与悲伤无难 成败的事之间 只是你路 当有一句惊恐 只是你路 当有黑云笔空 只是你路 不论风月阴晴 不论痛苦又尽 是我前途光明 只是你路 不论风月阴晴 不论痛苦又尽 是我前途光明 只是你路 诗篇一百二十八篇 上行之事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碎 你要吃劳碎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哪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人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感谢神 我们今天请告了吴文秋牧师来教会正道 吴牧师近十年担任台湾圣光神学院就约的教授 存在美国蓬达基州牧养教会 并翻译多本主灵的书籍 他今天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 家庭蒙神制服的关键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 让我有机会跟地上这边分享 敬席 我也感谢你牧师 还有教会 都有机会 各位分享 在疫情当下 甚至有一些人需要被隔离的状况之下 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 那个当事人肯定会更加的难以忍受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一段经文 诗篇128篇来跟各位地上同学分享 其实这个时候需要的信息 整体的看起来 诗篇128篇有提到 妻子而女 这是一幅快乐幸福的家庭的生活的图像 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激励人心 让人很向往的家庭生活的景象 那诗篇的这个整个描述 有一种动态的图像 它呈现的是一幅 日常的家庭生活 的一幅家庭互动的优图画 而不只是挂在墙上的 那个静态的全家福的哨片 我们当传道人的 都有机会到弟兄姊妹家庭去探访 经常在一些家庭当中 或者是木道有的家庭当中 都会看到墙上挂着一幅 大家都是笑容可徐的 好像是看起来非常好的 美好家庭的一幅景象 但是如果我们更是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跟他有更多的互动 就可以看到 家家有本然念的心 这个动静态的图像背后 不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多少的心酸 有多少的眼泪 没有办法从这幅 图像片里面看出来的 所以 佛尔斯他就讲过一句话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 不幸的家庭 却各有各自的不幸 但是感谢上帝 我们基督徒 我们可以进到这幅 幸福家庭的这幅图像的里面 来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祀福 这首诗 诗篇128篇 跟诗篇第一篇 是一样的开头 都是从有福啊 这句话开头的 有福啊 这个人 所以那个诗篇第一篇 跟128篇 他开头第一个字 都是有福 有福 这个字 在和本的圣经当中 诗篇里面总共出现了 27节 总共有29次 用到这个阿萨瑞 这个有福 这个希伯来文 包括早期教父 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解经家 都认为 诗篇五卷 是以人的祷告 来回应摩西五经的律法 这就让我们看到 创造天地的主 是一个乐意 是恩赐福的神 在摩西五经 从丧志祭到 神明记 都是讲到神 是要赐福给我们的神 那中文 这个有福 这个字也可以 也可以翻译成 多么快乐美满 多么快乐幸福啊 这是一幅 让人看得都很羡慕 很希望能够进去 享受的一幅 美满的图画 然后第四节 又让我们看到 看啊 还加上一个惊叹号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古 那个看啊 是一幅很难得 看到的一幅图画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在那个 讲到弟兄和睦同居 这是四篇 一百二十二篇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那个也是 也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 很难得一见的 有福的图画 因为以色列历史 从亚伯拉罕的家族开始 就是家庭的纷争 好像是一种常态 见到雅各这个家族 这个家庭的纷争 就更厉害了 到了亡国的时代 大卫跟扫罗 这一对 烂兄烂弟 也是 透过国家的乡争 呈现出来 很像我们中国的历史讲 得一句 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话 主斗然斗其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起 这个好像是 人类的一种常态 人离开神以后 就是造成人类间的痛苦 跟艰难 甚至在家庭生活里面表现得最明显 但是这个诗篇能够让我们看到 如果 敬畏耶和华尊行他道的人 这个人是有福的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从这个 这一辈诗篇 逐节的来思考 第一节跟第四节 形成一个框架 就在描述这个有福的人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诗篇128篇 并不是在描写一个快乐的家庭 他的重点是在描写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一个有福的人 第一节用的第三人称 说到这个有福的人 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尊行他道的人 然后第四节又回来 这个人 要我们好好地欣赏 看这个人 他说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如果我们再来比对一下 那个诗篇 开宗明义的第一篇 跟这里所讲的 这一篇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用的这个词 都是单数的词 都是单数的词 诗篇第一篇 里面讲到 这个单数的词 敬畏耶和华尊行他道的人 第一篇讲到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慢人的座位 那里面讲的 那些罪人恶人谢慢人 都是负数 但是在这里讲的 这个敬畏耶和华尊行他道的人 这里是用单数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里看到 这样的人数 这样的人是 是所谓关键性的少数 关键性的少数 所以一个蒙福的家庭 一定要有这样的人 才能够成为一个 关键性的少数 造成一个有福的家庭 所以幸福的家庭 就是必须要 有一个人愿意好好地去经营 他的这个家庭的生活 才能够产生一个幸福的家庭 马丁路德就特别的喜欢 127篇跟128篇 诗篇 因为这两篇是都强调家庭的生活 他会喜欢这两首诗篇 就是反映出他那个中古世纪的那种宗教的背景 那时候天主教的传统强调所独生 认为人如果要竭力追求属灵的完全 就必须要境界婚姻生活 要奉献自己过独生的生活 导致那个当时的一些信徒 认为家庭生活是一种平庸世俗的生活 会妨碍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看到马丁路德 他的前半生 也是过着这样一种 偏差的一种信仰生活的形态 后来他被神光照 就开始宗教改革 然后后来也结了婚 生了六个子女 他享受到上帝 透过家庭生活给他很美好的祝福 特别是当他在改教运动 那个压力非常强大 非常遭遇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 他那个妻子 Kathryn Van Bora 就给他很大的帮助 这个Kathryn Van Bora 也是一个修女 嫁给这个神父 马丁路德 所以马丁路德会喜欢这两首诗篇 就是有这个时代的背景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 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不是禁欲 我们乃是一种肉欲横流的一种世代 再加上很强调个人主义 所以越来越不看重这种家庭生活 但是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看到 一个美好的家庭 就是透过一个人愿意 好好的敬畏耶和华 尊敬他的道 然后来好好的经营他的家庭生活 才能够蒙受神最大的祝福 一开始我提到疫情当下 如果没有这个家庭生活的支持 又被隔离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一种状况 所以这幅家庭生活 能够带给我们当下 很好的一种鼓励 也许有一些人没有结婚 但是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大家庭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诗篇 来做延伸的应用 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 就是用这个有福 这个人是何等有福 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有福法呢 第二节第三节当中 就在描写这个有福的人 第二节就讲到说 你要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我们可以说 他是发挥才能 来享受他的工作的成果的人 一个敬畏神的人 遵循神的道人 就是能够享受到 他能够从工作当中 得到满足感 如果你 我们如果光看中文圣经的翻译 吃劳碌得来的 这句话的话 只看到这句话的话 会让人只是想到 能够吃美食 能够享受美食 能够有这种吃喝享受 但是原文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 就是那个西班人的 这个字是你的手掌的意思 你的手掌 所以如果把这段 吃劳碌得来的这句话 直接翻译出来的话 因为是被翻译成说 你的手掌操作的成果 你的手掌操作的成果 有一些英文圣经 就把这个意思更精准的翻译出来的 像那个 King James 英文圣经 日本的圣经 他就多少把这个意思翻出来 我们知道手掌的运作 跟那个手臂的运作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说 以那个建筑工人 来做比喻的话 建筑工人用手臂 他做的就是出工 但是那个手掌的运作 就是好像 让艺术家好像一些 比较精致的一些工作的人 他能够更精致的去发展他的才能 然后把他所要做的事情 做得更美满 所以那个手掌的运作 比那个手的其他运作都更精致 都更精致 所以我们可以 用那个传道书九章第十节 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凡是你所当做的事 你都要尽力的去做 因为在你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磨算 也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所以 在这个诗篇128年 他被他用 特别用的这个手掌 这个靠 他的劳碌的成果 劳碌的成果 手掌操作的成果 他是要代表 这是一个人 发挥他的特殊的才能 好像我们有一句成语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他是很尽心的 发挥上帝给他的恩赐 然后来展现他的才能 享受到他的工作的成果 然后在工作里面 他得到满足 透过这个满足的生活 不只是得到的是金钱的报酬 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在工作的场所里面 得到人的尊重 能够体会体现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透过展现他的才能 体现他的存在的价值 而感到 非常的满足 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们说 下一句也讲到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主要也是在说明 他在工作当中得到了满足感 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 就很能够去 不会把 他回家的时候 不但不会把工作里面的挫折 带回家 反而是能够带着满足感 回到家里面来 然后能够跟家里面 继续跟家里面 有很好的互动 在我们现实的处境里面 我知道弟兄姊妹 有时候在工作上 因为环境的变化 大环境的变化 会承受一些 工作上巨大的压力 我们所做的 也许没有办法看到 及时的成果 也没有人 也可能也不会有人欣赏 甚至因为 在一个不健康的 工作环境里面 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让我们觉得很难 施展我们的才干才能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讲到一句话 给我们很好的鼓励 哥罗西书三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到 基业为赏识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基督知道一切 如果我们尽我们的本分 包括我们的才能 我们在工作上面 尽忠指手 所当做的都尽力去做 的时候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 及时的看到 美好的回报 但是这里面讲到说 必得到基督 必得到基业为赏识 上帝 我们这位 有眼目能够辩查全地的主 他一定会适当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我们能够得到美好的成果 即使我们没有得到一些 外在的这些 不管是物质的回报 或者是得到人的欣赏 但是我们问心无愧 我们唯一所做的 就是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也不会有 过多的这种欲望 我们就能够享受到 一种美好的 这种心灵的一种平安 这个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他所呈现出的光景 一个人能够在工作里面 得到满足感的时候 他感受到上帝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祝福 带给他一种心灵上的满足 跟成就感 他上不愧一天 下不乍一地 他就能够进一步的 把这个祝福带回到家里面来 一个人如果在工作上 老是觉得不满足 做挫折的话 他就很容易把这些挫折感 带回家 影响到这个家庭的生活 但是 第二节这里讲到这样一个人 他 敬畏耶尔华 尊全他的道 他就可以吃 劳碌得带的 而且能够享福 事情顺利 就进一步的 能够表现在他的家庭生活的里面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带着一种 工作上的满足感 回到家里面 然后第三节 我们就看到 他有弦内住 还有妻子有弦内住 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的儿女还到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哪经为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这里面提到 妻子在内室 妻子在内室 执意的话应该说 你的房子的内室 你的妻子在你房子的内院 那个内院 那个表达法是一种 受到保护 一个很健康很安全的环境 而且因为受到保护 而且很健康安全 而且又有一些 水源源源不断的供应 所以就充满生机 心心向荣 所以就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所以这里面他在继续描写 这个敬畏神的人 他所以那么有福 那么快乐 就是从他付起 一个自尽的亲属 就是家庭的责任 就是自尽的亲属 应该负的责任 他的快乐就是从他供养妻子 还有他经营家庭生活里面 所得来的 这里描写他的妻子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常常用葡萄树 来象征结果丰盛的生命 一棵葡萄树 能够生产出无数的分支 每一个分支都能够结出 很多很多的葡萄 有些葡萄树靠围墙生长 蔓延至数百女 数百马之外 所以神的道 神的四福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的妻子 很快乐满足的来养育他的儿女 所以宗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拉比 就说 我不称 我永远不会称我的妻子 是我的妻 我称她是我的家 因为她为我儿女建造了一个家 这里面就看到 要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 必须要有一个人 把这个家经营得好 顾好 一棵葡萄树 要多结果子 必须要有良好的土壤 要给它足够的养分 而且要干净的水源 我们想想看 这些良好的土壤 跟足够的养分 干净的水源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当在结果婚的弟兄们 应该都晓得 应该都晓得我在说什么 我们都要特别小心 如果希望妻子 能够像这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让你能够好好的享受 美好的生命的成果 而我们做丈夫的 又不肯提供给她良好的土壤 和足够的养分的话 那么她会从哪里去得到 她所需要的营养 养分跟水源 如果她不从正当的管道 得到她所需要的感情上的满足 这个养分 爱的施养 我们可以想象 她所结出来的就是 又酸又涩的葡萄 这个家庭生活 就会有很多的苦涩 很多的痛苦 那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要怪谁呢 前一篇诗篇127篇 让我们看到 一个不懂得敬畏神 好好地经营他的家庭生活 敬丈夫的本分的人 他也是吃劳碌得来的 可是却是枉然 他也是吃劳碌得来的 可是却是枉然 一切都是虚空的 坐在这个饭桌上 肚子是填饱了 可是那种互动 有很多的苦涩 很多的苦毒 所以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 这些不良的家庭互动 这情况 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尊敬他的道的人 他知道 神 他作业实际有了律法 神的律法 就需要他好好的爱妻子 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这样的人 不但能够从妻子那里 享受到这种快乐美满的生活 而且能够从妻子 所生下来的 这个爱 同一种很 很纯洁的 这个婚姻的 这个互动 很纯洁的这种 性生活里面 所产生的儿女 就能够看到 更长远的 这个幸福 生生不息的 把这个 上帝 荣耀的形象 传承下去的 很美好的幸福 所以 他有弦内住 他有妻子 接下去就讲到 他还有儿女环绕 还有儿女环绕 你的儿女环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宅子 犹太人的风俗 在他的内院里面 就是受保护的 那个 充满有安全感的内院里面 他们会种植各样的花果 来供家人享受 这样的内院 对外是隐藏的 所以这个儿女 也是在一个 充满 风风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的 这样的环境 一个爱的环境 又是有个真理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这个儿女就好像 内院里面呢 许多的小橄榄树 这个橄榄树就是象征多产 年轻 活力充沛 又是健康的 儿女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围绕你的儿女的桌子 就是一种 不单只是一种 忍耐和光顾的象征 一种家庭 美好团契 家庭的美好互动的一种 一种象征 我们看见每一个儿女 在晚餐的时候 能够快快乐乐的 跟互相相爱的爸爸妈妈 坐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很快乐的去 说他们今天所发生的 各样的事情 即使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他们也懂得带到神的面 带到耶和华的面前来 来求耶和华来帮助他们 来度过这些不顺利的环境 这个就是真正的 快乐家庭的生活 这样的儿女 当他们出到外面去的时候 对那个大环境 也会有健康的互动 透过这个被保护的环境 有真理跟人爱的环境 而你就有足够的安全感 能够懂得去分辨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他们不但不会成为 社会的祸害 社会的负担 反而会把 带给这个社会祝福 所以 申言书这一段经文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前沿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儿女 又好像橄榄栽子 围绕在桌子 在这个家庭的生活当中 有一幅很美好的 充满盼望的 充满生机的 一幅美好的图画 但是橄榄栽子 是很罗络的植物 需要小心的栽培 而且要细心照顾 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开始结果 如果你到过以色列 你就会看到 那个橄榄树 是刚开始的时候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照顾 但是一旦它 开始结果的时候 它就结果不止 在以色列有很多百年的 那种橄榄树 那个老橄榄树 结出来的果子 是更甜 更香甜 一个敬畏神 尊敬他道人 他知道用神的道 按照主的教训和养育 来栽培他的儿女 这个也是快乐家庭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 全家人在一起用餐围到在桌子 甚至一个一家人 应该是最愉快 最能够享受的时刻 当中充满了互相的信任 而且互相的开玩笑 有欢乐的笑声 每一个人谈到 这一天的生活 不但是身体得到满足 而且心灵也得到很深的满足 感情上的交流 都得到很深的满足 而且生活上 所碰到的这些点点滴滴 好得坏的 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 分担彼此的需要 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息 又能够继续第二天 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 这个就是一幅 很有美好的一种家庭生活的图画 我很感谢上帝 我也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到了这个年纪 我感到我最深的满足 不是从我的侍奉里面来的 当然侍奉也 上帝也给我 祝福我 但是我最深刻的满足 就是从这个儿女的身上 从我的配偶的身上 我的老大现在也有两个孩子 从这些孙女的 孙子孙女的身上 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看到 实在也有很深的一种盼望 所以 这个有福的这样一个人 他的福气 不只是在停留他这个小家庭 这个个别的家庭的里面 第五节第六节 他就透过他这个小家庭 演信到对整个群体 对整个信仰的群体的祝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 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便安归以色列 这里面讲到耶路撒冷 提到耶路撒冷 提到西安 提到以色列 这个就是以色列群体的一种象征 群体生活的象征 以我们刚才来讲 这个就是透过教会这个信友的群体 来表现出来 所以神的祝福 并没有只局限在个别的家庭 这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要认识的一个真理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传承 亚伯阿神给 有信心之父 亚伯阿人的祝福 我要赐福给你 然后你要成为万国万民的赐福 所以最后这两节 就提到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这个人 愿这个人一生一世 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而且因为他能够看见 他的下一代的子孙 能够把这样的祝福 扩散整个民族 愿平安归以色列 这个是从 旧位里面是从 这种犹太人的 这种 这种民族的背景来写的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是讲到神的选民 不只是讲到一个民族 而是讲到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 万国万民的祝福 所以这里的用词潜知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平安归以色列 这个就是当我们联想到 祭司亚伦的祝福 祭司亚伦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用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示你平安 这个赐福 然后最后用Shalom 用平安的做结束 所以这里的用词潜知 就是好像祭司亚伦的祝福 所以一个家庭 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就好像一个家庭的祭司一样 他能够好像那个 亚伦祭司一样 能够奉耶和华的名 来得到上帝的祝福 而且这个祝福能够延伸到 世世代代 能够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的 一个共同的祝福 所以建立美好的家庭 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透过 上帝给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祀福 然后做出对我们信仰的群体 更大的贡献 使这个信仰能够代代的传承下去 能够延伸到全地 成为万国民的祝福 所以 那个诗人艾列特就讲到 当我说及一个家庭的时候 我会想起一个 将活人连在一起的关系 一种对已死的人的敬意 和一份未出生的人的担忧 无论他们离我多远 我想在这个疫情 我们当下的这种处境 我们很多是我们需要被隔离 但是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艾列特 这个诗人他所说的 包括我们所逝去的亲人 包括我们的 还没有出生的 如果我们有儿女怀孕的话 儿女怀孕的话 我们还没有出生的孙子 孙女等等 这都在这个 被祝福的这个群体里面 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不应该只是为我们的家庭 为了只是我的小家庭来生活 所有的信徒的家庭 都应该是欢喜快乐 来分担上帝救赎的这个计划 分担教会 对世界宣教的使命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有人说 教会就是 神道成肉身的延续 教会就是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延续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也在个人不同的社区里面 来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 这样一个生命的道路 能够活出来 带给孙人兴旺 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就是一个肯为他的家属 家族敬亲属本分的人 他不是为自己而活 而是敬畏神 遵行他的道 是为了荣耀神而活 他懂得应用神 给他的财干恩事 发挥他的恩事 心情的工作 建立家庭 他也会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来爱妻子 而且会照主的教训和养育 来白别他的儿女 这样一个有福的人 就会造成一个有福的家庭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能够代表 这样的人物的人 就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 波阿斯就是一个肯敬亲属本分的人 肯敬亲属本分的人 那个亲属的本分在路德记里面 就是救赎主的意思 这是救赎主的意思 所以波阿斯就是一个懂得以靠神 敬畏耶和华尊群他的道的人 所以你如果看波阿斯 在路德记里面的互动 他怎么样爱路德 然后他怎么样跟他所信仰的群体 在伯利恒那里跟他周遭的人互动 都是充满上帝的祝福 充满上帝的祝福 所以波阿斯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啊 这里所描述的这个 就能够代表这样一个人 如果我们从一个名字的 衍生意义来看的话 在从犹太教开始 这个解经的传统就有一种 从那个人名来传这些衍生的意义 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波 波就是在他里面 阿斯就是能力 波阿斯就是在他里面有能力 那到底在他里面这个他是指谁呢 是波阿斯本身的本身吗 还是指在耶和华里面有力量 如果我们从整个那个上下文来看的话 从路德记来看的话 波阿斯的力量不只是在于他 而是在耶和华 波阿斯在他里面有力量 在耶和华里面有力量 在新月里面保罗常常讲到 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 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 这个就是波阿斯 这个名字衍生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它 衍生到这个新月里面 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 就是波阿斯 在他里面有能力 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 他能够放有一种尽亲属本分的角色 他重于他的家庭 他能够带给这些亲属 甚至当亲属有需要的时候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他能够去救赎他们 帮助他们来度过一些难关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 每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真的是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个人的救赎 尊重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凡事 按着耶稣基督的脚中来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像波阿斯这样的人物 能够带给他的周遭的人 祝福 一个尽亲属本分的人 这种波阿斯 这个跟路德的婚姻 我们就看到 这个救恩的 上帝救恩的计划 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然后他还透过这个 一代的传承下去 这个家族就好像 信仁之父亚伯拉罕 一样 他得到上帝的祝福 然后他还成为 万国万民的祝福 把神的救恩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 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道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关键的少数 在这个我们的小家庭 还有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都能够去 因此我们敬畏耶和华 尊行他的道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祝福 带给我们的家庭 带给我们这个教会 也影响到整个社区 整个民族 整个我们所在的国家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做祷告结束 天吾上帝满心 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昼夜思想 你的立法 我们就要成为一个 有福的人 我们也能够造成一个 透过我们敬畏你 爱妻子 爱儿女 爱社区 让我们也能够成为 能够 把这个祝福 带给更多的人 能够成为万国民的祝福 主啊 在疫情当下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 作业思想你的立法 能够把这些话语 能够划成我们的生命 能够从我们的 每天的生活里面 能够实际的 把他体现出来 让别人看见我们 就能够说 这个人是何等有福啊 这个人多快乐啊 以及能够 把这个祝福 带给我们周遭的人 也能够让别人 受吸引 受羡慕 并且来认识我们所信的 这位乐意 伺服给我们的神 是一个怎样的神 主啊 谢谢你 也透过我们能够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教会 听我们的祷告 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神 也感谢吴牧师 给我们传讲了 一个美好的信息 愿我们每个家庭 都能够成为 蒙神赐福的家庭 好 下面我们 报告一下教会的事项 首先我们欢迎今天在网上 参加我们聚会崇拜的新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和联络信息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里面 我们的牧者和关怀同工 会及时合理联系 希望你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 主日主拜和教会的各项活动 因疫情的缘故 我们教会的很多信息 我们可以到教会的网站里面去查询 聚集的地址是 www.ceact.ca 真诚的奉献 我们请到教会的网站 可以点击奉献支持 可以查询银行电子转造 操作内容 或者是在直线 线上使用信用卡奉献 我们每个主日 从拜结束以后 我们的长老传道 会在Zoom线上 开这个带导会 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或者网上的新朋友 可以与我们的 教会的网站联系 来获得信息 来参与我们这个祷告 2021年的 门徒训练课程 四月份至六月份的 我们有下面几项 第一 我们有灵修初见 是由曹雪怡姐妹主理的 还有认识教会 是由崔正伟弟兄主理的 那么 这个礼拜就是今天晚上的 八点钟上课 我们还有一堂是 青春的窃机 读书会 有 邱佩兰姐妹 主理 六月十五号 本星期二 晚上八点 三 我们还有一个信仰研讨班 将于六月二十号 下个主日 晚上八点 举行 总共有七堂课 欢迎 悟到的朋友 参加 一起学习 基督信仰的 基要真理 探论 大家的疑问 详细的这些内容的课程呢 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或教会的店包群里面 可以查询 下面是今年的英文青少年团契 将于六月二十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主日 下午的一点三十分 在熟命线上 举行 父亲节 特别的线上 欢庆活动 How well do you know you are dead? 欢迎爸爸们一起来 动动脑筋 动动耳朵 动动身体 请参加活动的爸爸们 准备一张照片 和录一端画 活动的详细内容 请参考教会的网站 教会诗班 我们要招募新班员了 欢迎已经受洗 并愿意用声音音乐 来服侍的弟兄姐妹 参加报名 请与联系吴伟姐妹 我们截至七十六月二十日 我们最后一项是 加拿大华人宣道会 联合宣教大会 将于七月二日到七月三日 周五和周六 在线上举行 主题是A1 8.我们的DNA 重点会放在宣道会的DNA 更生命和普世宣教 特别是以基督为中心 以圣灵为能力 以宣教为焦点的门徒训练 首个大会原本在外地举行 先的掌位线上了 而且是免费 请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详情及报名的方法 请参考教会的网站 好 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 我们请茅传道 为我们大家祝福 我们一同来领受 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同声说 阿们 大家请坐 末岛后 散会 末岛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